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叫欣怡,是玄清观道教学院首届毕业生。 目前是个无业青年,正在直播算命赚饭钱。 一天三挂,倒也能挣点小钱。 今天,一开播,就连线上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他的网名叫千寻,非常直爽地给我打赏了一个热气球。 我问他,你想算什么?他很快回到,就算命,我点点头,你把生辰八字撕发给我吧。 三秒后,我看着他发给我的生辰八字,又抬头看了看他的脸,眉头微皱。 大师,怎么了?应堂窄小,命门发黑,嘴唇平薄,眉间藏有一点质。 你这命格和面相很奇怪啊,他还没问,我就直截了当道。 死截挡道,前途未卜,若能化解死截,则会有大富大贵。 我话音刚落,直播间的人就沸腾了,里面还有挺多刚进来的。 主播别瞎说了,不就是江湖骗子吗? 我见多了,就是,接下来是不是就要问对面的小帅哥要钱,然后替他消灾了? 我没理会那些评论,只看着千寻没说话。 他有些出神,等反应过来后才有些激动道,大师你算得真准,我小时候有个老道士给我算过一挂。 他也说我今年有死结,要是能躲过,就会大富大贵呢,他说他本来也不怎么信。 直到一个月前,他家附近发生了好几起连环杀人案。 他有点害怕,就干脆搬离了那边,今天看到我在直播,心血来潮才想着算一下的。 弹幕里有人附和,十七里桥那边吗? 我也听说那个连环杀人案了。 听说凶手还没抓到呢,我也住那附近,这几天人心惶惶,根本不敢出门,别跑偏了。 我还是想知道这位帅哥的命格是怎么回事,千寻也回过神来,他又问道,大师,那你能算出来我这命格该怎么解吗? 我看着屏幕里清秀的男生,答非所问,你现在住在哪? 他愣了一下,我朋友家呀,电脑后面的桌子上露出了相片一角。 我看着那照片,表情凝重,照片上的,是你朋友,千寻扭头看了看,点了点头,怎么了? 我沉声道,头肩讹窄,眉骨秃,三百眼,你朋友杀过人,不止一个,你赶紧走,心仪大师这话可不能乱说,我的天,真的假的,主播太缺德了吧,张嘴就污蔑别人朋友是杀人犯呢,主播再胡说八道,我就举报了。 弹幕瞬间沸腾起来,吃瓜网友都快吵起来了,对面的千寻也很快反驳,不可能,他人很好的,怎么可能是杀人犯,我也没想着跟他争论,只问道, 你们怎么认识的,他几乎想也没想,兼职认识的,他很热心,对所有人都很温和,我这一次突然搬走没地方去, 还是他收留的我,直播间的人越听越觉得我是骗子。 帅哥别听他胡说了,要是误会了好朋友,真的很伤人心的,是啊,对面一看就是无良主播,我没管那些弹幕,问千寻, 你朋友现在是不是不在家,千寻冷静了一点,是啊,他今天要上晚班,还没回来,我,你去他房间找找,应该能找到一些东西,多注意床底,跪顶,天花板上,千寻坐在对面瞪着我,没动弹。 直播间的弹幕,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看了眼时间,再拖下去,可能就来不及了,实话告诉你,你的死结就在今晚,能不能化解就看你听不听话了, 千寻冷汗从额头流了下来,整个人极度纠结,一边是朋友,一边是个算命主播,原本根本不用考虑就能做出的选项,他此时居然犹豫了,千寻内心一阵天人交战,最后一咬牙,拿起手机,就去了隔壁的房间,不就是去看看吗? 他又不干什么?他这么安慰着自己,千寻来到隔壁卧室,开始翻着起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整个直播间都是翻东西时稀稀苏苏的声响,大家也不自觉紧张起来,不会真找到什么吧,怎么可能,主播一看就是在骗人,你们看,天花板那露出的东西是什么? 千寻此时正搜查到天花板上,他小心翼翼一来一块可以活动的板子,拿手机手电筒往里面一照,整个人汗毛瞬间竖起,他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上,直播间的网友却看清了, 我看清了,什么什么呀?有没有好心人告诉我一下? 我没看清,一把刀,上面还带着血,千寻被吓坏了,整个人坐在地上,缓不过来神 他手撑在地上,镜头正对着床底 我这时出生了,床底有个黑色的笔记本,拿出来看看千寻擦了擦头上的汗,直接照做,把那个本子掏了出来 笔记本一翻开,首页写着几个大字 月明教众,千秋万代,共享神功,邪教教徒啊,他杀人是为了练功吧,他就是那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而且笔记本上显示,需要献祭五个人 凶手已经杀了四个人了,他会在今晚杀掉最后一个祭品 而千寻就是他选中的祭品,千寻脸色煞白 他此时终于相信了,原来他信任的朋友真的是个杀人犯 而且他接下来要杀的就是自己 这才是死结 直播间的网友报了警 但千寻却还没有安全 因为这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千寻整个人如遭雷劈,迅速把笔记本放了回去 急匆匆地逃离了那间房 他站在门口,听着这敲门声,僵直在原地 别慌,我让他冷静下来 你还有机会活下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去开门,凶手自己肯定有钥匙 等他自己开门进来,千寻想跑都跑不了 下一秒,门锁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 千寻速度极快 在他扭动门锁的前一刻 冲过去一把拉开了门 门外瘦高的男子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笑 怎么这么慢 千寻强装镇定 面露窘迫 正在上厕所呢 男人绕过千寻走进了家门 千寻站在门口 那个,我正好要去下面超市 你要带点什么吗 我不用了 千寻松了口气 把腿就往外走 等一下 男人喊住了他 千寻身子一顿 汗毛竖起 男人转头看着他 嘴角撇开一个诡异的弧度 你去过我房间了 千寻强颜欢笑 没有啊 男人也不说话 只跟他对视了几秒 然后手指着房间 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了 我房间的灯亮了 千寻立马反驳 不可能 我没开灯 直播间的网友都无语了 虽然但是 这哥们有点蠢 男人一听就笑了 啊,原来你发现了呀 千寻张了张嘴 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我立刻一声 蠢货 还不跑 话音未落 千寻就把腿狂奔往楼下跑去 男人速度极快 紧追不舍 这是一个老旧小区 没有电梯 走廊上的灯 也忽明忽暗 千寻一口气冲下来了一楼 像一阵风 求生欲望 可以激发人体的无限可能 直播间的网友 算是彻底见识了 可他的速度 还是比不上那个杀人犯的速度 千寻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 整个人飞扑出去 手机也被摔到了好远的地方 被抓住了 我不敢看了 男人手上拿着刀 一步步朝着千寻靠近 在这关键时刻 不远处终于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男人震惊地看着驶来的警车 直接转头就跑 千寻躺在地上 哭得不行 我笑了笑 恭喜 死劫已过 千寻连爬带滚地跑过来捡起手机 激动地又哭又笑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小时候的老道士说 会有一位贵人助我度过死劫 没想到就是心仪大师你 太谢谢你了 我摆摆手 不用谢 下次交朋友要擦亮眼睛 明天记得去买张彩票 说不定会有惊喜 千寻在那边不停道谢 直播间还有网友质疑 这么邪乎 你们在演戏吧 就是对面一看就是拖 他们才说几句 就被其他网友对回去了 挂断了直播连线后 网友们还在意犹未尽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话说主播这样 不会被传唤的吗 我瞥了一眼弹幕 啊 我们玄清观跟当地警局有合作的 没事 跟网友们闲聊了一会儿 我点击鼠标 发送了下一个红包 好 开始下一挂 这次抢到红包的 是未叫文豪的网友 他发完一个热气球后 就申请了连线 主播 我怀疑我家楼上住着鬼 文豪直截了当 弹幕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我去 心仪大师今天开播连线的都这么刺激 啥情况 文豪也知道自己着急了 正在跟弹幕上的网友慢慢解释刚刚说的话 自从一个月前搬到这个小区后 我就经常能在半夜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 脚步声又轻又慢 但在半夜却显得很吵人 几天后 我实在受不了了 找了上去 可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人 物业说 我们家楼上那一层 已经一年没有人住了 他这么一解释 直播间的网友们听懂了 卧槽 怪不得你说楼上有鬼呢 你家楼上是不是曾经死过人啊 文豪摇了摇头 这个还真不知道 他又抬头看向我 心仪大师 你帮帮我吧 我都好几天晚上没睡好了 屏幕前 文豪一脸疲惫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没有精神 我沉吟片刻 现在我无法确定 作祟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正说话间 对面的文豪脸色一变 直播间的网友们都能听见 对面传来了一阵极轻的脚步声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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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豪僵硬着脖子 转头看了一眼手表 宁仲道 怎么会 现在晚上十一点 怎么现在就出现这脚步声了 我问他 以前听见 这脚步声是什么时候 他沉声 午夜十二点 我特意记过的 今天的脚步声 提前了 他抬头看了看上面 捏着手机 鼓足勇气开门走了出去 我带你们上去看看 他胆子倒是挺大 心仪大师 你看能不能看出来 是什么东西 在做碎 电梯还要等 文豪是个急性子 直接推开旁边的楼梯间大门 爬楼梯上去了 现在是深夜 楼梯间里漆黑一片 镜头晃动 我们这边能清晰地听见 文豪的脚步声和喘息声 氛围有些吓人 有刚来的网友不明所以 我快紧张死了 现在听见的脚步声 到底是文豪大哥的 还是鬼的呀 等文豪爬完楼 到达上一层走廊时 镜头才稳定下来 他喘了几口气 拿着手机 打开手电筒 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 可奇怪的是 那脚步声消失了 文豪来回转了两遍 可之前听见的 那从上面传下来的脚步声 的的确确是消失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 文豪就转身 又跑下了自己的楼层 他冲进家里 平住呼吸 把手机举过头顶 咚咚咚咚 又轻又慢的脚步声 又再次出现 他有些崩溃 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每次都是这样 只要我一找上去 他就不见了 文豪的语气恐惧又苦恼 我一回到家 他又重新出现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一直都在呢 我不紧不慢地开口道 文豪愣了一下 心仪大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直都在 我抬眸看向他 只是你上楼后 就听不见他的脚步声了 因为他不在楼上 他在你家天花板里 文豪惊恐地看着我 一滴冷汗 从他额角滑下来 三秒后 他猛地抬头看向天花板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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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暗示 他总觉得 这脚步声 似乎变得更清晰了 眼看着他逐渐出神 我出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个脚步声 出现大概多长时间了 文豪回神 但人还有点恍惚 他想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来 从我搬进来的第三天开始 到今天快有一个月了 他说他因为工作原因 需要在公司 就近找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他自己找的 地理位置好 价格还低 他还一直以为 是自己捡到宝了 没想到 这房子竟然不干净 他有些紧张地 喊了我一声 心仪大失 你帮我把他收了吧 我又问他 你跟房东见过面吗 他点头 看房子和签合同的时候 都见过的 对了 他是个日本人 大师 有什么问题吗 我沉声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天花板里的东西 应该是个方子娃娃 日本曾有一种秘法 制作出这样的鬼娃娃 放在别人家的天花板 床底 或者地板下 鬼娃娃便会吸取这家的气韵 时间长了 便会开始作恶了 文豪一听 脸色瞬间煞白 他嘀咕道 怪不得 怪不得 他说 他自从搬进这个新房子之后 整个人的运气变得极差 股票买哪只 就跌哪只 平路上都能自己给自己办摔跤 还差点出了车祸 尤其是老婆这段时间 还天天打电话过来说要跟他离婚 简直是哪哪都不顺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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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步声依旧不停 文豪此时 心里却没有恐惧 只有满腔愤怒 我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安抚它 你先别着急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事 你先把大门窗户全部关上 把你西南方 窗台上那颗富贵竹搬下来 那个方位放植物 容易吸引些不干净的东西 你下楼等我 午夜之前我会到 幸好连线的都是同城的 赶过去倒是方便 一听我这么说 文豪连连点头 我把包收拾好 往身上一背 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文豪连忙硬道 大师还有什么吩咐 我出外勤是要收钱的 出勤费你记得准备一下 文豪愣了一下 好 哈哈哈哈 心仪大师不愧是你 又要出外勤了吗 刺激搬好小板凳 坐看心仪大师除小鬼 坐上出租车 我看着弹幕 微微一笑 那种不入流的玩意儿 我让他从哪来回哪去 司机大叔扭头瞪着我 小姑娘 东西收收 戳到我了 我一愣 连忙道歉 把戳在他屁股上的淘木剑 往回收了收 半个小时后 出租车在文豪的小区门口停了下来 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瘦高男人跑了过来 大师 心仪大师 您可算是来了 我朝他点点头 询问道 你家在哪 文豪二话没说 把我往他家里领去 站在他家住宅楼下 我停下了脚步 抬头看去 皱了皱眉 在我眼里 这栋楼从上到下弥漫着鬼气 邪气冲天 文豪不解 大师 怎么了 这栋楼绝对不止一个鬼物 说到一半 我停了停 转头看着他 视线将他从头到尾打亮了一遍 恍然道 你故意把我骗来的 文豪一愣 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三秒后 他的气质陡然变了 用中指浮了浮鼻梁上的眼镜 轻笑道 心仪大师真厉害 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我面不表情地看着他 哦 乍一下而已 时间跳到午夜十二点 天空的月色被乌云遮挡 男人站在我后面 猝不及防朝我出手 将我逼进楼里 那一瞬间 这栋住宅楼里 弥漫的黑雾 仿佛实质化了 他们像蛇一样 顺着墙壁角落爬过来 攀上我的四肢 紧紧束缚 接触到黑烟的肌肤阴冷 我浑身一震 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男人 求阴震 他咧开嘴 笑得欠奏又诡异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小田有二 特来同心仪大师切磋的 他话音刚落 黑烟就仿佛活了一般 拖着我的身体 往黑暗的楼道里退去 直播的手机 还在我脖子上挂着 直播间的网友们 吓疯了 快报警 报警没用啊 这是警察管不了啊 心仪大师怎么没声了 心仪大师没事吧 屏幕里一片漆黑 只能听见嘻嘻嘻嘻的动静 根本分辨不出 发生了什么事 不仅直播间的网友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停在住宅楼外的小田有二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什么情况 那个女人呢 小田有二皱着眉 翻看着手机 这整栋楼 都被他安装上了监控 可不论他怎么翻找 都没看到那个女人 甚至连惨叫都没有 那个女人死了吗 中国的术室居然这么弱 小田有二冷笑一声 抬脚走进了黑漆漆的住宅楼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一间房门口 那是之前他在直播间装模作样的地方 这也是他设置的球阴阵的阵眼之处 只要催动阵眼 那女人无论死活都将无所遁形 小田有二越想越兴奋 抬手摸上了门把手 眼看着门把手被人一点点拧开 我也越来越兴奋 我真的好久好久 没看到这么拙劣的阵法了 下一秒 房门被拉开 瘦高男人慢吞吞走进房间 皱着眉四处查看 我朝他吹了个口哨 孙子 看上面 小田有二浑身一僵 猛地抬头看过来 我大笑着从天花板上跳下去 一脚将他踹开 小田有二狠狠砸在地上 还没缓过来 我人已经骑在他身上了 左一拳右一圈 直接呼了上去 男人被我打猛了 三秒后 疼痛让他彻底回神 他目姿欲裂地看着我 嘴里冒出一连串的花 小田有二太生气了 以至于忘记了说中文 鸡里呱啦的 听得我头疼 我反手将我从天花板上 搜出来的方子娃娃 塞进了他嘴里 说的什么鬼话 姑奶奶听不懂 直播间此时已经吵翻天了 心仪大师 你是 我的 神 而你 心仪大师 才是真正的英雄 爽 太爽了 爽得我上蹿下跳 哈哈哈哈哈哈 小田有二分力将嘴里的娃娃拽出来 他瞪大了眼睛 看着手中破破烂烂的娃娃 震眼 我的震眼 他瞪着我 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怎么可能破了我的球阴阵 我拍了拍手 很难吗 粗质烂造 漏洞百出 我毫不客气地嘲讽 你这水瓶 在我们玄清观 都避不了夜的 小田有二不相信 不可能 我冷笑一声 既然你不相信 那我就让你瞧瞧真正的中国阵法 小田有二被我一脚踹上天花板 我急速后退至门外 咬开中指 在大门上快速画出了一幅八卦图 以一枚铜钱为阵眼 双手结印 前三连 坤六段 镇养鱼 更复晚 离中虚 砍中满 对上缺 迅下段 急急如律令 空气涌动 指尖斜往铜钱上一抹 铜钱一阵阵战 随即紧紧飞到门上 贴在了正中央 先前画好的八卦阵 发出了一阵金光 小田有二感受到四周的温度 似乎在迅速下降 他猛地扑到门上 你放我出去 该死 我要杀了你 我对他的出言不逊 并不生气 毕竟 强者对弱者 总是宽容的 我拍了拍门 安慰到 别担心 只是一个小小的鬼门阵 我相信你这么厉害 一定能很快破阵的 加油哦 说完后 我也没再管他在里面骂什么 只是弯下腰 把家伙时都收拾好 背在身后 转身往楼下走去 抽空看了眼直播间的弹幕 他们都在问我 刚刚结的是什么阵 我解释 鬼门阵而已 没什么大用处 也就招一些脏东西而已 大家不要学哈 你高看我们了 心仪大师太帅了 我一边跟直播间的网友们聊天 一边叹了口气 立马就有人问 心仪大师受伤了吗 我愣了一下 那倒不是 就是意识到 这次没拿到外勤费 甚至连打车费都没人报销 觉得有些伤心难过 等我又坐了半个小时的车 回到自己家的时候 我才发现 直播间的网友们 已经给我打赏了很多礼物 我吓得连忙关掉了打赏功能 蜈蚣不受禄 大家别送了 我休息了一会儿 把最后一个红包发了出去 好 今天最后一个红包了 大家注意哦 红包发出去的瞬间就秒没了 最后一个抢到红包的 是个叫旺仔小秃头的女生 她给我打赏了一个热气球后 就申请了直播连线 连线接通 对面背景漆黑一片 等镜头翻转过来后 我们才看到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女孩子 她穿着普通的T恤 明明是个很靓丽的女生 可是表情却满是惊恐 心仪大师 救命啊 她一边快走 一边低声喊道 我安抚她 别害怕 慢慢说 旺仔冷静了一点 她深吸了一口气 把事情原委说明白了 一个星期前 我在上班的路上 捡到了一个红包 里面装着一千块钱 还有一小撮头发 我当时没多想 还以为是自己走运捡到钱了 可回到家 我把这事无意间说给了小区邻居听了 她吓了一跳 让我赶紧把钱还回去 她说这是有人在配阴婚 谁捡了红包 谁就是新娘 当天我就把红包还了回去 可我好像已经被脏东西缠住了 旺仔第一次碰到的怪事 是在把红包还回去的那天晚上 出租屋里 她一个人住 晚上睡觉时 却感觉有人在摸她 隐隐约约中 她听见了阴柔的男子声音 好 这个好 我喜欢她 当那阴冷的触感 抚摸上她脖梗的时候 她猛地惊醒 房间里并没有其他人 旺仔松了一口气 以为自己就是单纯做了个噩梦 可等她低头一看 手里竟莫名其妙攥着一撮头发 跟她之前捡到的红包里的一模一样 旺仔吓坏了 一宿没睡 第二天上班路上 她浑浑噩噩地站在路边 等着红绿灯 恍惚间又看见马路对面 站着一个身穿洗袍 脸色煞白的男人朝着她笑 旺仔汗毛竖起 正要求救 却见一辆公交车驶过 紧紧一眨眼的功夫 对面站着的男人消失了 一连几天 旺仔总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怪事 她特意搬到了闺蜜家 才感觉好点 今天晚上 她原本是不打算出门的 可因为闺蜜今晚加班到很晚才回来 她不放心她 便打算去接她一下 可她刚走出小区门口 就感觉不太对劲 背后好像有人在跟着她 旺仔立刻转身要回去 可一转身 整个人都傻了 背后的小区不见了 周围黑漆漆的 根本看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 实在没办法 她只能一直往前走 旺仔快吓哭了 我之前看过大师的直播 便抱着是一式的想法点进来了 紧一大师没想到真能连到你 我观察着他的周围 眉头微皱 你当初捡到的红包上面 有没有写什么东西 旺仔连连点头 写了 背面写了一串数字 09200100 她说完之后又问我 心仪大师 这是什么呀 是他们选定的良辰吉日 时辰一到 就要请你上花轿了 09200100表示 9月20号凌晨一点整 此时距离这个时间点 只剩下十分钟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 全都在为旺仔捏了一把汗 小姑娘要吓死了 心仪大师快帮帮她吧 太可怕了 我不敢看了 小姑娘胆子也太大了 旺仔的四周 开始泛起缭绕白雾 她被吓得浑身颤抖 眼神飘忽不定 快哭了 我喊她一声 你不要回头 把手机举高一点 旺仔很听话地照做了 手机一举高 直播间的网友们 全都看见了 旺仔背后的景象 只见原先 还空无一人的漆黑街道上 突然出现了一行人 他们穿着喜庆的红衣裳 抬着一顶小轿子 晃晃悠悠地往这边走来 红轿子旁边 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媒婆 脸上两团红腮红 显得格外诡异 直播间网友们吓风了 太吓人了 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心仪大师保护我 我没时间去看弹幕了 旺仔的时间不多了 我沉声喝道 从现在开始 你把眼睛闭上 听我指挥走 旺仔擦了擦眼泪 用力点了点头 随即闭上了眼睛 往前走二十步 随后左拐 直走五十步 右拐 走十步后 再右拐 旺仔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他闭着眼睛 在心里默数着步子 抬着红轿子的脏东西 一直跟在他身后 但却也没能近身 眼看着时间 还剩最后三分钟 我加快了语速 现在左拐 然后睁开眼睛 你会看到一条直道 一直跑 跑到尽头 就能走出这迷障 旺仔没有磨蹭 听到我的指令后 就照做 然后在小道上 拔腿狂奔起来 一边跑一边哭 别说 他跑得还挺快 周围原本模糊虚幻的景象 随着旺仔跑得越来越快 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隐隐约约能看见 旁边开着的便利店 还有路边的夜宵摊 旺仔脚步未停 因为那伙迎亲的鬼东西 还在追他 眼看着他 跑到了道路尽头 眼前的景象 豁然开朗 是个极其热闹的夜市 夜市里来来往往的男女 被这个不知道 从哪里突然窜出来的女生 吓了一跳 奇怪地打亮了他几眼后 又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旺仔喘着粗气 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谢谢 谢谢 他不停地道谢 脸上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我给他泼了一盆凉水 你现在 可没有安全 那群鬼还在注视着你呢 今天晚上 旺仔算是被彻底盯上了 不把他送上花轿 那群鬼不会善罢甘休 旺仔吓坏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心仪大师 你帮帮我 放心 只要躲过这一晚 事情就好办了 我安慰他 我给你发个定位 离你那边不远 你现在过去 路上往人多的地方走 阳气越重 鬼怪越不敢近身 好 我现在就去 旺仔从地上爬起来 握紧了手中的手机 往我发给他的地址走去 一路上 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跟他聊天 试图减缓他的恐惧 十分钟后 旺仔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他抬头看这个不显眼的小店 有些犹豫 原因无他 这是一个丧葬用品店 手工自制的广告牌 歪歪扭扭地挂在上面 扶来丧葬用品店 心仪大师 您的地址是不是给错了 他有些害怕 我淡定回答道 地址没错 你进去吧 里面比你在外面安全多了 旺仔想了想 抬手敲了敲门 沙哑难听的老头声音 从里面传出来 谁呀 小店打样了 旺仔一愣 下意识道歉 啊 对不起 我看不下去了 你把手机音量外放调大 旺仔乖乖照做 我气沉丹田 一声大吼 浮薄 是我 你让这小姑娘进去避避 他让脏东西缠上了 旺仔被我吓了一跳 手机差点摔在地上 等了十秒 面前的古朴木门 只哑一声 被人从里面拉开了 一只灰蒙蒙的眼睛 透过门缝看过来 此时旺仔的屏幕 正对着大门 我跟着老头对视个正着 咧嘴一笑 福伯好 他看了我几秒 冷哼一声转身进去了 只留下一句 进来吧 福伯算是我师叔 虽然性格古怪 但人还是挺好的 你先在他这待一晚 保住小命在说 听我这么说 旺仔没在犹豫 小跑着跟了上去 小店里的空间不大 一楼是做生意的地方 堆放着各种金元宝 和蜡烛之类的东西 简直无处下脚 旺仔竟直跟着福伯上了二楼 上面稍微宽敞些 有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小客厅 福伯扭头看了旺仔一眼 怎么惹上那些东西的 旺仔愣了一下 把事情一五一时又说了一遍 福伯听完后 嘲讽道 还是太贪心 旺仔毕竟是个年轻小姑娘 被他这么一说脸都红了 连忙低下了头 我帮着打圆场 哎呀 毕竟年轻嘛 小姑娘不懂事 福伯你让他 在你这些一晚 明天带他去玄清冠 除除碎气就好了啦 还有你 福伯一声力喝 把我吓了一跳 他一张大脸 凑到镜头前恨不得 把手指戳到我的头上 逢年过节 也没见过你来看过我 一有事就想起我来了 玄清冠那么多人 就你最没良心 小兔崽子 我被骂傻了 直播间的网友笑疯了 哈哈哈哈哈哈 心仪大师挨骂了 这不比捉鬼好看 第一次看见心仪大师 露出这种表情 我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行了行了别骂了 回头我买点好酒去看你 福伯瞪了我一眼 这还差不多 经过这么一打岔 妄宰的情绪好了不少 也没这么害怕了 福伯指着客厅的小沙发 今晚你在这凑合一碗吧 厨房有吃的喝的 需要自己去拿 妄宰受宠若惊 谢谢福伯 福伯打着哈欠往房间走去 早点睡觉 一大早还要起来去玄清冠呢 房间门关上 妄宰躺在沙发上 困意瞬间涌来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行了 那咱们就先挂断吧 等天亮去了玄清冠 你就彻底没事了 妄宰握着手机 迷迷糊糊应道 好的 谢谢心仪大师 看着他强称的模样 我失笑地挂断了直播连线 此时已经快到凌晨两点了 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伸着懒腰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我开始跟直播间的网友道别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哦 咱们下次见 网友们排着队跟我说晚安 我勾了勾唇脚 对了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生活中处处是陷阱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再见